我是館長 我知道你會怎麼樣修理我 我這個便當店11個月還沒辦法開 我就是因為要 把它做到最完美 所以為什麼我現在還沒有開你就在攻擊 我現在沒有開耶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豬肉呢基本上要進行 醃漬風乾 所以它的勾 好幾次 這個是在風乾 所以我們的豬肉是 兩天才能做一條 這個非常非常遼剛 我們要釣一大堆然後在計算的時間 然後 要開冷氣 你看這個豬肉 要吹它 要開冷氣開電風扇 要吹它跟呵護小孩一樣 叫做一個一樣的來來這個 90塊嘛來 現在一顆蛋多少錢你知道嗎 來叫做嘛就這樣長這樣 喔 吃餅乾杯價啊 這樣做來 我們這個不是廣東騷肉 我們這個是台式的 慢慢慢慢烘烤 風乾一天 烘烤 好幾個小時要兩天才做得出來喔 我今天我知道我是阿鬼 我出來做一個便當我會開這種價錢 肯定有我厲害的地方 我說不知道你要跟我說什麼 但是為什麼我還是說沒有辦法只能賣這個價錢 因為低於這個價錢 你沒有辦法獲利沒有辦法回本 生意簡直做不了 我們的肉是長這樣 我們的肉是長這樣 跟餅乾一樣脆 台灣溫體直接現實 我們在做是這樣 一條豬肉進去他會滴油有沒有看到下面都是油 他一直在滴油 所以10斤的豬肉進去現在剩5斤啦 4兩給你你要算8兩 他會失重 這些都是錢啦 爐具是錢 人員是錢 鍋爐 這些東西多少錢 我買這些上百萬的 到時候你拿蹭子來蹭 沒有足四兩我補你 燒肉四兩足四兩 我用蹭蹭 我會叫他裡面放個電子蹭 每一個便當上市前都給我蹭 我是館長 我知道你會怎麼樣修理我 我這個便當店11個月還沒辦法開 我就是因為要 把它做到最完美 所以為什麼我現在還沒有開你就在攻擊 我現在沒有開耶 是這樣切這麼厚 看一下 這個便當是這麼厚 這個肉是這麼厚 看一下 然後他的表皮是餅乾 他不是一般的那個燒辣他更難做成本更高 他是餅乾皮 吃起來 入口就是吃餅乾 卡滋卡滋 完全不黏完全不會死硬 卡滋卡滋就不見了融化在你的嘴巴裡面 我們這個燒肉是餅乾的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豬肉呢基本上要進行 腌制風乾 所以他的功 好幾次 這個是在風乾 喔 醃漬 然後醃漬是風乾 風乾完了之後再醃漬 所以這是要風乾 去除皮上水分 所以我們的豬肉 是 兩天才能做一條 這個非常非常燒鋼 我們要釣一大堆 然後再計算的時間 然後 要開冷氣 你看這本錢 要吹他 要開冷氣 開電風扇 要吹他 跟呵護小孩一樣 我們當年試便當是這樣試 這個已經是 快將近一年前 我們把全台灣 全北部最好吃的便當全部買回來 我們來做 考察 全台灣 全北部啦 所以他上面有三四十種便當 我們都是這樣花錢做考察 看到了嗎 這個是我們 差不多八個月前九個月前在做的事情 我們在考察 上面的便當就是 全部 還有 全部現在我們北部 出名的便當全部都在上面 每一個員工都來嘗評分 然後我才做的